千金难买好邻居 这是许多租房买房民众的共同感叹 毕竟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富豪 可以打包式购屋 想整层楼买下或是购买独栋屋 只能是梦想 那对一般民众来说 有没有什么payball可以再入住前 就避开恶灵大地雷 作家谢金瑜分享 看房时务必仔细阅读管委会的公告 首先看公积金有多少 有多少个人欠缴管理费 大概就知道这个管委会有没有在做事 有没有遇到难沟通的住户 再来也可以留意公告强调的内容 就代表这个社区什么问题很严重 例如不要抽烟不要嬉闹 再来就是公社维护状况好不好 也能看出住户素质 最后也可以看看逃生梯跟门口 有没有放东西 就怕邻居习惯不好 遇到灾难连命都赔进去 如果说你是怕吵的人 你可以直接买最高楼层 买顶楼 但如果说你是怕影响到别人的人 你可以买一楼 不管你要怎么跳都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还是想住中间楼层 防众则建议最好的方式就是入住前 先跟附近住户打招呼 透过实际拜访 更能发现有没有恶灵地雷的端倪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点燃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看东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论队打招呼 我论队打招呼